最專業的房地產知識 都在好房網YouTube頻道 馬上訂閱開啟小鈴鐺 影片上架通知你 我们今天不要讲公社比 怎么偷偷拉它 比如说明明公社比26就好 它明明偏偏拉到35 然后东西是一模一样 然后它就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你就是辞贵这件事情 我们先不要讲公社比 我们讲公社 这两个是预售的图会这么漂亮 感觉是无边泳池 房子在旁边 然后是高级高雅 空灵 然后这个是现况图 但至少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长这样 至少在报纸上打出的业配广告 是长这样 这个树要死不死了 然后感觉就是一个小朋友玩水的地方 哪来的空灵 哪来的高级 感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水池而已 搞不好顶楼哪一天都漏水 会害怕 但是呢 就等级而言 你会觉得 哇 高级 空灵 五星级 超五星级 这边是现实 卸了妆 长这个样子 我个人当然觉得 这什么水啊 这干脆把它抽掉算了 可是你 这是你花钱买下来的 所以公社 这就会出现建商获利的技巧的东西在里面了 你说啊 建商不至于为了这两百万人去偷这个公社吧 我告诉你 建商就是为了这个两百万人去偷这个公社 就是 我们当过啊 员工很爽 因为老板也不管那么多事 老板不会管那么多小细节 员工就吃光 或是有些老板就是 他指使你 就是 我就没要做啦 这钱我要谈啦 像这个就是 有没有 说好了建商房 跳票建商判赔29住户 523万 这个事情当然是我们讲过 就是在新店的一个 建商说他顶楼有什么建商房啊 然后什么交仪厅啊 什么等等 结果房子盖好之后 只剩一面墙 这个投诉人觉得 What 我买个小豪宅变得只有一面墙 那建商说 不然你去告嘛 消费者只好凑一凑去告 告诉我就是 29个住户 判赔523万 那为什么只有29个住户呢 因为其他人可能没有参与去告 就是这个有参与去告 都拿到这个赔偿 至少这个判例是这样 其他住户有没有在第二次告 我们不知道 如果去第二次告 搞不好也是得到相同的赔偿 也不一定 就只好去告一告 把钱拿回来 那如果说你今天不告 比如说你不想跑法院 你怕麻烦 你觉得啊 算了啦 我卖掉了 我已经赚钱了 我就不想去追究了 很多人这样哦 我买了这个预售屋 然后虽然交屋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已经 觉得眼见不对 我买了卖掉赚钱 我就不想去参与提告 很多人 投资客是这样 因为投资客一个房子 然后我还要去跑法院 我跟我们家没聊 我时间那么多耶 算了算了算了 哎呀 息事宁人 去跑法院多 所以 建商抓住这个心态 就赌一下 所以呢 他就是赔523万而已 跟你说 那建商偷这个公社 他很爽 爽 赚不少钱 好吗 这个社区好像八十几户嘛 我建商好像八十几户 那不是很爽吗 偷那一点耶 对 建商没有要口碑 建商只要获利 我真的要告诉你们 建商没有要口碑 建商只要获利 要口碑的建商 通常是我们买不起的建商 所以我们剩下买得起的 都是只要获利 而不要口碑 如果你要买新房子 就是这样 你如果买中古屋 那还要再加上 社区的努力 因为 纵使你买到这种烂东西 对不对 最后你社区 可以努力把它加上 就没的 然后就让它比较舒服 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社区住户 最后决定这个房子的 新建或营运方向 或是你添购了什么东西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 预售屋看建商 中古屋看管委会 很重要哦 为什么没有在讨论 中古屋到底怎么选择之类 因为要看管委会 现在只是提供 其初的硬体之后 才是管委会的能力 最新影片都在 好凡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